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四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由正方拔萃南书院对反方协欣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张正乔同学 第一副变孔逸豪同学 第二副变朱文谦同学 结变陈浩正同学 反方主变江丽晴同学 第一副变刘彦同学 第二副变郑逸豪同学 结变林以琪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 香港教育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员林家宝小姐 加密柏语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黄文杰老师 以及人济医院林伯恩中学教师黄智逊老师 本场比赛分为主变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变共六个环节 台上变缘发言时间为4334 每位台上变缘发言时间 结束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到时时间到就会有两丁提示 超时15秒就会有三丁提示 介绍本人就会打断变缘发言 并且提醒评判扣分 而所有叮丁提示我都会用人声去叮 并且会有手势去示意 所以变缘也有责任去留意自己的营光幕 详细赛规早前已经发布给这么多一间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对于赛规有没有什么疑问? 请问需不需要岸语申报? 是要的 请问一下反方是想申报 会不会我们在checkbox打出来? 好 没问题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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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ERMAN SYGH és XXX XXX PXXX 好,沒問題 評判也可以看一看chat box 看看外語申報那幾個字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問題的話,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比賽 我方也是,謝謝 謝謝 麻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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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也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也可以正式開始比賽了 現在請正方主便發言,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整盡鏡頭示意 主題評判,各位大家好,咖啡刹一一直被視為是波上發展中國家機的貿易,有很多比較貧困的咖啡農民即是出產比較出眾的咖啡,它所獲得的利用只是得很少 1980年代咖啡出現功告要求的問題,導致當時咖啡個性的危機,咖啡農民的咖啡都會賣價被嚴重壓縮,而公平貿易的概念亦應運而生 所以公平貿易就是希望透過拉近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在咖啡利潤上的差距,為咖啡農民爭取更大的利潤,幫助我們維持生計,例如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 而咖啡產品要獲得公平貿易標誌,代表通過非營利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有關利益回饋,價格訂立,勞工權益等審查 一指今天我方行能辨題的標準在於公平貿易能否保障咖啡農夫的收入和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我方今天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保障購入價格,勞工免被壓榨 公平貿易咖啡的重點在於設有最低買入價格的影響就是 自2011年起FLO設定每磅咖啡豆的買入價格為1.4美元 也就是說如果咖啡豆的市場價格跌穿1.4美元,這些咖啡農都可以有至少每磅1.4美元的收入 而事實上咖啡豆的市場價格跌穿1.4美元是很常見的 在2020年前,這部Arabica咖啡豆的市價大多都1.2美元一磅左右 可見公平貿易咖啡又作對抗市場價格浮動,為咖啡農提供穩定的收入 世界銀行將國際平貌線定於每人日薪1.9美元 而全世界的咖啡小龍平均每人僅有1.5美元的收入 有超過8成以種植咖啡豆的家庭是會於國際平貌線以下 但而根據FLO的報告指出,在2003年,所有農夫經過公平貿易計劃 出售咖啡豆的收入比以傳統方法出售多了2,200萬美元 根據英國海外發展研究院的報告指出,2015年 烏光達中部售賣公平貿易的咖啡貧窮率比非售賣公平貿易咖啡的農民低接近50% 可見公平貿易咖啡能夠幫助農夫避免因為咖啡商壓價而影響收入 並能保證通過最低價格的機制幫助農民維持更高的收入,維持生計 第二,提升生產效率,建設社區設施,而除了設有最低價格的機制之外 公平貿易咖啡也要求生產商在市價之上額外支付每百0.2美元的公平貿易日價 在公平貿易社的協調之下,每百0.2美元的公平貿易日價會由當地居民決定用途 當中包括更換農間設備、重新造能、更換咖啡樹等措施 根據國際投資機構Ocle Credit 的研究報告指出 公平貿易咖啡計劃底下所提供的公平貿易日價 越來小型咖啡農場採購種植設備及提供訓練 隨而提升種植咖啡的效率和物質素,令他們賺取更多收入改善生活 除此之外,當地農民更可用這筆善款改善社區設施 根據FLO組織公佈的數據,多於有10%日價款項是用作提供社區服務 多了包括衛宜和設立學校、聽見醫院、修室水利設施等 而International Journal 於奧塞俄比亞咖啡農場所作行的調查指出 當地農民說這筆多出來的錢可以補貼他們家人的醫療費用 依舊翻新自己的居所,符合不單在財政上增加他們的收入 而幫助他們建設社區和改善生活質素亦尤其重要 可見公平貿易咖啡可以協助貧窮農民 將售賣咖啡豆所得的利用投入社區建設 改善他們的整體生活狀況 最後,新聞有一個問題 如何解釋這麼多農民在公平貿易咖啡的計劃下獲得更高的收入呢? 多謝大家 接著是反方主辯,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叮 各位大家好,開中名義 公平貿易咖啡標章是透過設立保證收購價格 固定咖啡豆的價格下限 希望可以為咖啡小狼提供合理的回報 根據比利是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稱 第二九成的公平貿易咖啡來自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其中哥倫比亞佔最多比例 但是現況下依靠咖啡出口大多為低收入國家 例如埃塞內比亞五分之一的人口大約七百萬人 是求咖啡為心 所謂今天辯題討論的扶貧對象 應該為落後國家的咖啡農 要注意的是今天這條辯題要討論的 並非是否支持公平貿易 而是能否有效扶貧 因此有方認為運動標題的標準應在於 公平貿易咖啡標籤是否可以明顯幫助 大多數的貧銅咖啡斗籠持續地受惠 脫離貧銅 我方法裏面提原因如下 第一 計劃門檻太高 農民無法加入 公平貿易咖啡計劃現成一個先決條件 農民要享受保證價錢的前提系 需要成為計劃的一員 而在申請過程中 才需要繳納高昂的入會費 往後每年還需要支付一定的賣的續會費 但是正如前面所說 種植咖啡的農民大多來自於落後國家 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參加計劃 根本能享受最低保證價格 根據公平貿易組織的數據 每戶農民首年加入公平貿易咖啡計劃的申請費為 六百零四美元和一千八百九十四美元的手續費 總共二千四百九十八美元 往後每年還需要再繳納一千五百美元的續會費 而三閒子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Bruce Wedding指出 參與公平貿易體系的種植者所獲取的利益 會和支付公平貿易競爭費用相抵銷 當今天有超過半數 足足五百五十萬的咖啡小狼收穫在國際平均線以下 每天都能夠兩美元的人工 試問它又如何負擔得起 它們一年正收入接近四倍的入場費用呢? 世界銀行的調查顯示 只有兩成一的平衡國家咖啡狼是可以符合認證標準 事實上最平衡的咖啡生長國家 例如埃塞羅比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 是公平貿易的咖啡出口額中佔不夠一省 可見今天身為最平衡的咖啡小狼 連加入計劃的機會都沒有 由一開始已經無法享受最低保證價格 根本無法扶貧 第二,負擔成本公安,成效杯水車身 公安的入會費已經令大部分的小狼失去 加入計劃的機會 但是即使可以加入 計劃對本源亦都持有很嚴格的標準 由耕種到銷售都有特定的條例 農民都需要一一跟從 而規定的增加意味著成本的提高 所以即使最後銷售額的費用稍為增長 但是生產成本折折上升 並賺出的收益都需要拿來抵消支出 根據公平貿易生產者 標準第3.1.3條 農民需要換成永續灌溉 購買有機肥料 還需要進行害蟲和雜草的生物管理 甚至為野生動物提供食物和棲息地等 除此之外 亦都需要保證種植咖啡過程的數字 所要求農民以生物害蟲防止方法 來代替化學除蟲劑 在水源四周圍興建淨花池 定時維修循環作用的配水系統 這些種種的要求 都令農民承擔未以往更加高的費用 譬如價錢給傳統肥料 推出一倍的有機肥料 比化學除蟲劑貴四倍的海蟲生物管理技術 威斯康辛州的經濟學家 巴巴行指出 花肥使用的限制和其他款項的投入 會增加農民的生產成本 農民增加的收入會使用在這一種技術的支援上 最終獲得的報酬減回成本 其實和之前並無大分別 根本無法扶貧 亦無能改善生活 肯靈雅生產者 需要每一磅的咖啡豆 正獲利1.5磅 支撐家庭生活收入 然而根據公平貿易標籤組織的資料顯示 咖啡種植者通過公平貿易 被支付的最低價格為每磅 咖啡豆1.4美元 根本不足以支撐家庭生活 長遠而言 農民只會日不呼之 可見公平貿易咖啡無了扶貧 因此今天的展題絕對不成立 謝謝各位 請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3分51秒 沒有超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便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的回答時間 提問、準備和回答時間都一樣 在限時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的提示 而夠鐘就會有2丁的提示 接下來就會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所以在準備時間如果聽到一丁的時候 是不需要急著出來回答的 請評判注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先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示威示威請問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好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看回有風道兩個論點 第一有風道跟我們說 門欄太高所以人進不去 但今天見不到公平貿易計劃 但今天見到公平貿易組織在 埃塞俄比亞合作夥伴的報告指出 當地通過公平貿易計劃所出售的咖啡利潤 是比通過一般途徑出售的咖啡高40% 而且根據Science Direct的報告指出 公平貿易計劃可以令到貧窮線以下的農戶 他們的生活消費金額上升14% 亦表示他們的生活質素得以改善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第二個論點跟我們說 這個加入計劃之後成本高昂 令到他們的入不富之 他們的收入根本就不足以支撐他們的生活 但今天當我們見到數據 是見到他們的生活質素和他們的生活收入 都得到提升的時候 想問有方和我如何論證這個論點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你不必留意 尤其是 谢谢有分红的提问 今天有分红给了所有数据 只是说加入了公平红组织的农民的利润 而不是有多少人加入了这个组织 我方今天是说的是最平衡的人 是加入都加入不了 有方的数据只是说 但是有分红给你忽视了没有加入的人 你刚才说利润增加40%在埃塞罗比亚里面 但是究竟是多少的40% 是100的40%是200的40% 我说全球有200万 只有180万左右的公平贸易的农民的时候 那有多少是真正属于埃塞罗比亚的40% 埃塞罗比亚公平贸易的农民 才有分红给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待会正面这样论述 谢谢有分红好 好 再次提醒 那么多是变员 如果准备时间有一丁 代表了15秒的准备时间 那就不需要急着回答的 好,接下来就轮到反方提问 请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有分红好说了很多公平贸易计划的好处 又可以提升保障收入价格 又可以提升生产效率 但有分红发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究竟是农民究竟有没有能力去加入这个计划呢 如果全头装1250万户的咖啡小农 其中4成4的农民生活在平均之中 每人拿的收入是低过2美元 当加入公平贸易计划 才会缴纳2500美元的入会费的时候 今晚一位年收入只有不够730美元的农民 是如何负担一个入会费用呢 去享受地方所用的好处呢 现在进入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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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 是,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主席朋友,各位大家好 首先,友方說到 那些人不能進入會 但是根據2020年 根據公平貿易的官方網站指出 是有84萬人加入了 這個公平貿易咖啡的會 然後他們的收入是高於頻繁線 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友方會說到 他們不能進入會 所以那些利潤 只能進入會的人才能享用 然後他們又說到 每一個人都要給一大個費用 才可以進入會 但是其實搞清楚友方同學 而不是一個農夫去進入會 其實是他們首先會組織一個公會 然後是一班人去支付一個費用 所以是絕對給得起猶豫 所以麻煩友方搞清楚 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正方第一副片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鏡頭C2 是 是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叮 主席評判了大家好 首先推估有方同學四分鐘 有方同學首先跟我們說 這些農民入會費很貴 他們入不到 其實有方同學今天正正搞錯 最大一件事就是 其實不是單獨入會的 農民不是單獨自己 給2千多美元入會的 今天是他們組成一個合作社 那個合作社給2千多美元 去幫助旗下的所有農民 以及農莊去申報入會的 所以因此根本是不會出現 有方同學今天所說的 一個人要給2千多美元 負擔不起 是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 再來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他們的入不敷之 他們的成本會很高 問題是今天我們看到 84萬人已經加入了 公平埋咖啡組織 他們的貧困率 在我們主編也跟你說 有的貧困率低了 而這個 在美國公平埋咖啡 每年農民生產大約 56萬多元的咖啡豆 2020年大約有84萬個公平埋咖啡農 以每磅咖啡1.4美元計算 除開每天每日就可以得到5美元 收入是大大高於國際貧困線 日薪1.9美元 因此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的 入不敷之其實實際是根本是不存在的 只是有方在胡編亂造 來到一副環節 不妨我們就看看 不妨我們由兩個角度拆解 公平埋咖啡的扶貧成效 第一收入 有方同學質疑我方的公平埋咖啡 不能改善咖啡農民的收入 但是我方主編拿出數據 他跟有方同學說 這些農夫的收入和生活支出都得到改善 試問有方同學如果他沒有增加收入 為什麼他的生活支出會高了呢 再來根據亞克寧恩大學農業經濟學院教授 在研究完尼加拉瓜的咖啡農之後發表的報告 公平埋咖啡農夫是比一般農戶的收入高出35% 公平埋咖啡農民每年大概就是生產56萬噸的咖啡豆 就如我剛剛所說 他們的收入會高於國際貧窮線的1.9美元 因此絕對達到有效扶貧的效果 可見公平埋咖啡是有效地增加了咖啡農的收入 保障他們不受市場低價所壓榨 第二,生活環境除了看收入的數字之外 我們不妨來看看公平埋咖啡 對於改善咖啡農生活環境的效果 正如我方所說 商家在購買公平埋咖啡的時候 要支付每磅0.2美元的日出價 根據公平埋組織監測報告 2020年全球公平埋咖啡 受到超過1000萬的日出費幫助 而這筆日出費就經由公平埋的協助之下 用來投資當地的社區設施 當地的咖啡農就用這筆款項翻新了村民的學校 包括鋪設水泥和牆壁設置飲用水的水箱等等 可見這個公平埋咖啡不論在收入還是社區環境上 都可以為貧困的咖啡農民帶來生活上的改善 凡清家方和我接下留言 論證如果以上種種都不要護貧的話 什麼才叫護貧呢?多謝大家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2分54秒 沒有超時無需求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副便 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主席、評判、聖各位,大家好 今天作為一條討論有效與否的便題 我們不妨從計劃方的數量和程度出發來看 是不是真的有效 先來看數量 今天有方和我方說有84萬人 在公平埋入面受委 而跳入今天有方的84萬人來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呢? 這次全球有1250萬元咖啡農 李方說幫到84萬 但實際上連全球的一成都沒有 當然我方不反應 幫到一成都算幫 看清楚李方幫到的是什麼人 根據Enveritas 最少有550萬戶 也就是全球近半的咖啡農 每日收入低於國際平均線1.9美元 這群最需要幫助的咖啡農 如果不吃掉他們的年收入大約600多美元 全部交出去 都交不起2500元的入會費 就數往後 以後每年都要持續交的1500美元的續會費 請問這550萬戶最窮的咖啡農 是不是真的可以負擔得起呢? 今天有方和我很天生地覺得 人人都可以組成合作社交錢 而看清楚現況 咖啡農大多數都是窮親戚 以一戶一戶的形式賣咖啡 人數都是幾個到十個不等 如果人數越多 即使是合作社 他們要交的續會費也更加多 所以最後他們依然都承擔不了這麼高的高昂費用 所以到頭來今天有方同學說的84萬 實際上就不是根本就不是那班最需要幫的人 到頭來今天有方同學幫到的人數又少 最窮最需要幫的咖啡農有方又幫不到的時候 李方又如何證明這個計劃是有效負底呢? 再看程度 假設咖啡農真的可以加入計劃 李方提出的最低收購價格又是否真的能幫到他們呢? 而同我方主編所說的 三藩市大學經濟學家的校售Bruce Widde指出 咖啡農的收入匯和公平貿易認證費用互相抵銷 也就是今天農民賺了多少就加多少出來 加上為了符合公平貿易的生產標準 咖啡農要買給傳統方雜貴一倍的有機肥料 賣給四倍的無害除蟲劑等等 這些痛痛到需要閃閉 不是好像有方說得那麼輕鬆那麼簡單 當今天咖啡農加入了計劃之後 這個制度只不過增加了他們每磅一美元都沒有收入的時候 請問你方要怎樣填補他們的咖啡農成本和收入的差距呢? 再看今天對方所說的公平貿易易價 對方所說的0.02美元每磅究竟要存多久才可以起到你方所說的設施學校等等 今天我想看到社區發展金其實是由合作者投票決定 有方怎麼確保全部都會用在農民身上呢? 這時只有23個發展的農民聲稱自己是社區發展金中獲益 加州收入大學經濟學家更加指出 社區發展金很大部分都投資 公平貿易的辦公室的建築 以及支付人員薪水 並非用來改善地方生活或生活 請問要怎樣做到你方所謂的扶貧呢? 最各位現時市場上標籤著公平貿易的咖啡產品都被受消費者的青賴 消費者寧願買更貴的公平貿易的咖啡都不去買沒有標籤的咖啡 當最窮的咖啡龍加入不到公平貿易 沒辦法標籤 故此更少消費者會去光顧這班最窮的咖啡龍 因此這班咖啡龍只會在市場上 能這麼大的競爭甚至造成失業 所以今天公平貿易更加深化了不公平的狀況 多謝各位 正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04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可以 叮 主要評判,大家好 今天有方一副又跟我們說入會費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方再跟大家重申一次 這個入會費是由農夫他們共同組成一個工會 然後這個工會是代表所有農夫去參加的 所以今天有方不斷跟我們說 二千多美元的申請入會費 並不是由一個農民去承擔 而是由整個工會去集體承擔 所以那個費用 根本就不是由有方和我所說到那麼大的 再者 今天有方和我們說 這個入會門檻這麼高 就幫不了一些真正貧窮的農夫 今天有方和我主編跟我們說 什麼地方真正貧窮 說什麼肯壓哀塞和比亞 不要緊 今天我方就和你看看肯壓裡面的農民 如何受到幫助 今天我們看到在2003年 肯尼亞第一間獲得公平貿易認證的工廠 他們獲得的公平貿易日價 就是用來翻新當地醫療中心 和購買醫療設備 而這些醫療中心 亦都開始去聘請一些醫務人員 和買藥之後 他們就運作去服務當地肯壓 肯尼亞的農夫 我們看到這些日價 有分頭說到0.2美元很少 但是當我們看到這些日價在各個地方 已經開始實質地投入 用在這些社會基建的時候 這些日價其實很有效地幫助到當地農民的生活 所以有分頭不應該再質疑這個日價的作用 因為這個社區發展基金正如有分頭所說 都是由這個工會去投票決定怎樣運用 而裡面這個工會是什麼人呢? 就正正是那群農夫 所以他們投票是會投入一些幫助到自己的設施 所以並不是有分頭所說 只是用在辦公室設備等等 有分頭不夠例子我們再說 肯瓦的農民合作社叫Rumukia 他利用公平貿易咖啡日價資金 去幫助他們自己的農場鋪設電網 然後就可以在這個學校做到一些水泥加固地面工程 然後輕建現代化廁所等等 而這些措施全部都是幫助當地居民去改善他們的生活和衛生狀況 所以今天見到這個日價的成果顯而易見 第二,今天有分頭不斷跟我們說這些農民 他們只會把自己賺回來的錢去貼出去 就當成這個申請費用 但今天見到的就是這個情況根本就不存在 今天我方主編已經說了在2003年 農夫經過公平貿易計劃出售咖啡豆漏收入 比起傳統方法出售多賺2200萬美元 而且他們當中每一個農戶他們的生活消費費用 亦多了13% 那想問有分頭如果這些農夫收入錢的話 究竟他們這些生活消費的增加是從哪裡來的呢 所以見到的就是這些公平貿易的最低的價錢 是保障到他們的收入 而這些收入是可以直接落到這些農夫手上去改善他們的生活 所以今天最後問有分頭一條問題 如果有分頭覺得這種 把錢交到農夫手上都不叫做扶貧的話 究竟是否要有分頭所說所有的農夫都要變成百萬富翁才要扶貧呢 多一個位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2分59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還可以 聽 我們已經說了 其實公平貿易的咖啡要稱得上是有效扶貧 不只是看有好處就叫做有效 更加要從受惠對象是不是真正有需要 還有我們幫到多少人去看 所以我們來看對象 其實沖啡量都只是一個補貼的計劃 把保證金定高一點 但他完全不理成本 完全不理他們的入會費 我今天就跟李方說了 2500萬的美金有哪個農民是可以給的呢 他們根本就加入不了 你說幫不了 不是最有需要的人其實都已經叫做有效了 我按照李方的邏輯 是否所有的政策都能幫到少少人 不理他們是否最有效 不是最需要的就叫做有效呢 再來今天方和我講到 關於合作社交易的方法 我可能已經重申了 其實那幫農民根本就只會和一些親戚 他們十幾個人去加入這個公平貿易的價值 他們根本就算攤分開 他們都根本不能夠給得到錢 他們都要不喝不吃四年才能夠給得起這一筆錢 再來今天講到說 就算真的找多些人可以入到 公平貿易組織都會只是向上調整他們的 根據他們的人數多些去調整他們的入會費 第二個方面就是幫到多少 今天方和我講說原來社會發展金是很有用的 我們看看今天一副我方已經質疑了 究竟社會發展金的流向是否真的可以落到農民 但是有方和我講原來那筆錢是落到營運人員身上 那農夫收到的錢他們真的得益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看今天有方和我講到社會發展金真的這麼有效 這個設施學的種植方法 真的可以令他們止吸止足的時候 那為什麼烏光達農民在2011年加入公平貿易十幾年之後 他們依然是貧窮呢? 今天有方和我其實根本就沒有看清楚數據的 公平貿易的咖啡他連加入的農民都幫不到的時候 有方和我成效說不過去 再來今天有方和我講說原來他們可以有多些收成和收入 我方不否認其實他可以增加到他的收入 但是今天分落了的是一種高回報 他背後帶來的是更高的成本 入會廢棄淨水池用有機肥料定期回收配送日統 這些通通都是錢來的 話說他保證金是高了 但同時他的成本都高了 加上二千八美金的入會費 他們要不吃的 四年才可以交得起 最後代到我袋子又有多少呢? 你給他多些錢 但是你要求他付出更多 根本就是蒙古於是 其實今天有方和我忽略了的是 幫助這一班不是最好需要的咖啡籠帶來的弊處是什麼呢? 今天我方就一族的成本入會份等等 令到貧窮前下還有需要幫忙的 咖啡籠根本無法加入 變相最後加入到 都只是相對有條件有能力的咖啡籠 加入了之後他們的咖啡可以有個公平貿易的標籤 市場為了幫助弱勢社群去坐牆扶藥 而去買這些咖啡的時候 只會令到真正有需要幫忙的貧籠 面對更激烈的市場競爭 這支計劃不只是幫不了他們 更加會深化到不公平的競爭 你幫我神خر者的賦返 最後指導他們更為難擺脫貧窮 thirteen 所有人本木島是指地 中網編題,你應不成立 謝謝各位 反方以赴發言時間為3分05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EMMA REPORT 0 刨啡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跟台上發問環節一樣,亦會有提問、準備和回答時間是一分鐘的 而在準備時間結束前15秒都會有一丁提示 各位同學不需要先急著回答 如果沒問題的話,請正方先派出另一位台下辯元去發問 請辯元開啟鏡頭和試咪 是,士咪士咪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是,先由正方台下發問 對不起,不好意思 士咪士咪想問由方聽得清不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如果準備好的話,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以 尤方和我今天就不斷跟我們說,這個社區發展金最後下不了一些農民手上 但根據這個美國公平外組織報告指出 這些咖啡農民在2020年就收到超過一千萬美金日出價的幫助 還有同時呢,除了在北美洲之外 在肯亞他們都用了這個日出的日金去建一些女子宿舍 甚至是為他們修建學校,令到他們有學校可以讀書 那這些讀書令到他們可以持續發展,令到他們擺決格外局勢力 難道這些就是有方和我所說的他們根本脫離不了貧困 現在進入一分鐘準備時間 然後再進入一分鐘 再進入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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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娜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派出位便員回答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聽得清楚嗎? 主席聽得清楚 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的提問 當然我方不否認他們的確收到 可能會收到這群日界而造成可能帶來一些好處 但仍然理方需要論正是 理方如何確保全數都會用在改善農民的生活中 我方已經提出了23個巴仙農民 聲稱自己是社區發展中獲益 一巴仙的人都是沒有獲益 請理方正如回答這個數據 不要緊,我們來看實例 因為理方和我方說他們可以在學校 可以做到很多好事 而講來講,他們只有一個地方就肯理 理方和我方說有埃塞爾比亞這些合作者 依然加入了公園 仍然理方有沒有埃塞爾比亞 為何現在埃塞爾比亞的咖啡廊 依然處在貧囊市以下 再用來這個烏關大有很多的合作者 在2011年加入了公園貿易 十年後他們依然貧困 請理方正如回答這兩個地方的數據 和我方論正是否真的改善到他們的生活 而且幫助他們脫貧 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反方拍出台下發問 請便宜開啟鏡頭,並且視麥 視麥,視麥,視麥,請問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可以 叮 大家好,有方今天面對我方對加入門檻的質疑 有方提出可以組織合作社去分攤加入的費用 但根據我方向公平貿易認證機構的查詢 2500美元的入會費已經是小型合作社的最低金額 而農業組織的規模越大,他們需要付費用就越高 我方主編都說過,有方今天口中受惠的84農民大多都是貧窮線以上 而數據都指出,約90%加入公平貿易咖啡的農民都不是最貧窮的農民 公平貿易除了要認證費用之外,還需要符合永續貫蓋 使用有機肥料還有指定的技術去管理害蟲雜草 最後,想請問有方同學,回歸現實有多少最需要幫助的小龍 可以輕易地判出高額的入會費和技術成本呢?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一分鐘準備時間 我會不斷注意 到最好,請問一下 許多終止 作曲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靜芳拍出位便員回答, 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評判,大家好,多謝有方堂的問題。 今天有方堂在全場跟我們說說2400美元, 今天我們翻查數據,根據這個組織, 2400美元是給一些251至500人的工會, 去申請這個公平貿易組織的認證。 所以今天見到是500人,大約500人去攤分2400美元的時候, 每人承擔的只是不足50美元的申請入會費。 所以今天有方堂不要再誇大數字, 說2400美元是給一個農戶去承擔所有費用。 今天有方堂又跟我們說, 我們根本就幫不了那些最貧窮的農民。 但是今天見到有方堂的主編跟我們說, 肯尼亞的農民就是最貧窮, 然後又跟我們說這個肯尼亞, 我們只是舉了肯尼亞的例子。 今天有方堂究竟想怎樣呢? 今天有方堂是不是要全球的農民都變成百萬富翁? 全球的農民他們都要在公平貿易的組織底下, 全部人都脫貧呢? 有方能夠給我方的論證標準根本就不合理。 所以今天見到我方論證的就是 在加入了這些公平貿易的論證。 請停止發言。 現在有請政方派出第二條台下發問, 請電源開啟鏡頭或試麥。 問Ơ~~~~ 試麥要接聽到說嗎? 是非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準備好,請算鏡頭試液。 今天在上一条问题中说有23%的人都受益 其实有23个人是有效地受到这些日价去帮助 而且今天有方一直跟我们说他们会因为一些指定技术 所以就会提高这个成本 但其实为什么要一些指定技术呢? 要一些指定技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防止 他们有一些损害环境的肥料 防止他们继续用一些围工 防止他们去破坏这个环境 那破坏了环境下一代是怎样? 下一代是怎样做咖啡狼? 怎样去帮他们把贫困? 所以我们正需要这个公平贸易 令到他们去教授一些正确去耕种的知识 令到他们可以不用再继续破坏这个环境 令到他们下一代可以继续去做一个… 那想问有方同学究竟是否为了… 你是不是想这个有方同学所谓的解决贫困 是否就令到隔代贫困更加严重呢? 现在进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今天不能忽略的是一个成本很高 我方由主辩到义父都不停和你方说成本是很高 他们根本不能负担得起 就算他们真的去运族贯贷 他们要不饮不吃四年 他们就为了运族贯贷 但他们自己赚到多少呢? 有方同学也论证不了 有方同学跟我方说那2500美元的日本费是200多人才是这个费用 但今天不是有方同学提清了数据 今天就是50以下的合作社 我们才是这个日本费 当他们有更多的会员的时候 他们应该要付的日本费是越来越高的 有方同学提清了数据 这个也是他的网站说的 多谢各位 现在请反方派出第二条图下发问 请电源开启镜头并且试咪 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主席听得清楚 是不是可以开始? 是,准备好,请开启镜头示意 OK 大家好,今天有方同学其实是影片扩全的 正方今天就是数到有部分的人受惠 有成功的个别例子就等于有效 但有作并不等于有效 效益也就是广告、广告和深度 首先在广告上面 事实上有九成加入了公平贸易 咖啡的都不是贫穷的农民 发展基金方面 你们没有用的例子也都不看 有方也从来都没有论证过去的普遍性 那想问有方同学有效的定义 是不是不需要任何的门栏呢? 是不是就算扶贫政策 帮助到一座的农民 有一座的成功例子也叫做有效呢?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现在进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进入一分钟准备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准备时间结束 好 现在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元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听不听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谢谢 大家好 有方同学刚刚台下发文 跟我们说 只帮到部分人的问题 有方同学我们先看 这一分钟准备计划 绝对贫穏率低了50% 有方同学难道 这个不是有效的扶贫 一种 有方同学又问我们 这个日出价有个基金 他们根本是用不到的 但有方同学今天这个日出价 都是存放在他们的合作社的心腹当中 是由他们自己投票选择怎么施用的 那何来是改善不到他们的生活呢 况且我们前三个辩议都已经 跟有方同学举出了很多实质例子 是说他们改善到浪文的生活环境 因此今天有方同学不要再混淆视听 谢谢大家 同学发问环节结束 好 现在是结变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fate ade bricks 感谢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由反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示威示威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主席听得清不清楚 可以 主席评判有分钟 各位大家好 总结整场的比赛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 有分钟能不能够认证公平米咖啡的成效 从广度上言 公平米咖啡的受众太少 有方未能对证下约 我方从主边一直质疑公平米咖啡的门栏太高 只能够帮到极少数部份的农民 甚至那部份农民根本不是最贫同的那一班 在人数上有方说全球有84万的农民可以受惠 但原来其实全球加入的农民全都高于贫穷线以上 而最贫穷的550万的农民 即全球的一半 有方说一个都没有帮到 有方才没有论证 论证全球有多少的农民真的能够加入 有方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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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原来针对对象一开始就搞错了 成效已经没有论证 就好比有方说要帮狂人住公屋 大原来最后可以申请人 其实全部都是要收到10万以上 有方说帮小小都叫帮了 那又怎样真能够帮到最需要的人呢 再来有方说跟我们说 其实可以用合作社的方式加入 可见有方说也知道会费的确是太贵 但有的农民也是以一户为单位而加入 甚至人数越多的时候交的会费也越多 有方说在门槛方面已经说不过去 第二从深度上言 加入的持续效果也不大 我方说出了数据证明 2500美金的公平卖咖啡认证费 和4倍的永续生产费用 会抵消最低保证金1.4的收入 更加举出了 其实农民现实中的成本是会超过收入的 有方就跟我们说 其实收入比以前高都叫做败了 但原来这班农民依然活在 贫困线底下的时候 有方所谓的二千多万收入 其实最后农民都是拿出多少 给出多少 有方所谓的增加收入 其实就是举出了一些加入了 其他计划的人 他们的支出同时都提升了 但是会不会有其他因素 为什么一定是归因在 这些公平卖咖啡这个计划身上呢 有方的论证太过直线逻辑了 可见这部份有方说不过去 最后有方就跟我们说 其实用社区发展金就可以帮助了 但原来社区发展金 只有23%是帮助农民的 有方就说23%其实都够了 有方的扶贫究竟帮助在哪里呢 再来我方指出有些受到帮助的国家 例如肯尼亚乌光达 原来加入了这个计划底下 都是走不出贫穷的 这些例子有方也说不过去 我方已经没有要求有方去论证 全球的农民都能够受惠 但有方反而得传承赤 我方要求太高 他方自己都说不出 除了肯尼亚之外的例子 甚至其实帮助到农民 连全球的一成都不够的时候 有方和扶贫又扶了去哪里呢 可见有方和太过于理想化 在持续性的成效方面 有方同学都没办法论证 其实讲到底 今天有方同学说来说 这个公平很好的 其实它本身只是一个 动产品的补贴机制 最多只能够做到保证金 背后的会费有方不看 成本不看 能否解决到贫穷都不看 但有方同学虽缓贫穷做不到的时候 又怎样称得上是有效呢 当然我们双方都知道 今天贫穷的成因很複雅 可能是天灾国家政治 我方都明白贫穷的问题 不可能用单一的方法去解决 所以我方今天已经没有要求有方 以一个措施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有方连问题的对象都搞错 甚至会加重他们贫穷的成因的时候 我们怎样相信高平位真的可以帮到农民呢 再来各位 今时今日社会上其实是有各种标签 大家以为买了高平位的咖啡就是支持小龙 买了低碳足色的产品就是华谷小先锋 但这些标签的背后 有多少计划是真正能够帮到农民 有多少人真的会透过这个计划 去了解背后农民的辛酸呢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反思这个政策的实行 是否真的能够帮农民雪中送炭呢 否则只是好像有空谷那样 只会为这帮农民火上加油 谢谢各位 反方结变发言时间为3分30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最后由正方结变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听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听 2006年英国知名导演法兰斯兄弟 撿到纪录片《咖啡定义》 片中埃塞俄比亚咖啡农夫赤脚耕中 全天后无间断工作 但他们得到的收入 在经过层层资本剥削后锁定无几 工作整天但就连1美元都赚不到 明明咖啡是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贸易商品 但辛苦勞作的咖啡龙 就连少少应得的回复都要被炸干炸病 来到结变的环节 我们不妨用两个漠视去总括今天有方的贸误 第一,漠视数据 今天有方全场就在强调 我们公平贸易组织在帮助的不是贫穷 但有方同学,今天我方再重新多一次资料 Science Direct指出贫穷线以下的农民 咖啡农夫他们的消费上升了百分之十四 烏干达的贫穷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埃塞俄比亚公平贸易咖啡的利润上升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有方同学不要再混淆事听 并说这个公平贸易组织是帮不了贫穷农夫的 有方同学一开始专门跟我们说 狠呀不行 狠呀是一些很贫穷的 但是去到以后又跟我们说 我们只是帮到狠呀 有方同学是不是要立场一退再退呢? 第二,漠视现况 今天我方举了很多例子 肯尼亚的肯尼亚起了学校 引导起了宿舍 有方同学今天完全漠视了 今天这个公平贸易的日价所建造的设施 有方同学全部发示了 有方同学今天全场讲得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申请成本很高 因为一个农夫要负担就是二千多个申请费 那就很贵了 那他们怎么申请得起呢? 有方同学不要再在混淆事听了 那些农夫一起合作者 五十个少于五十个成员 只需要给一千四百个欧元 平均每一个人只需要三十个欧元 有方同学不要再在夸大事实 夸夸其谈了 主席评论各位最后一次 大家好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当中 凡是以商业利益为商 作为掌握市场资讯的大型格子 咖啡生产商 他们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农民 他们当然会想尽办法去压榨他们 以图最大的利润 记录片足提到 一公斤在零售卖二百三十美元的咖啡豆 农民从中只能够获得零点二三美元 将变体画面拉阔 公平贸易的衍生 正正是象征着消费者 对这些生产者 勞动者受剝食的不满 亦都是有了公平贸易的观念之后 生产者和贸易商之间不对等的关系 才是第一次受到大众的重视 今天我方套到尤方的宽 尤方跟我们说 付贫要有广度 要有深度 广度 我方论证了 烏干达 埃塞俄比亚 印度尼西亚 肯尼亚 这些全部都是例子 尤方避而不探 深度 我方今天跟尤方说了多少 这么多的资料 就是这些咖啡农夫 这些消费力上升 他们的利润上升 有关同学又避而不探 越来越多消费者 其实希望产品可以做到道德健全 这四个字 也就是生产者要获得公平的报酬 劳动者要有应有的权利 环境要得到适当的保护 消费者所追求的 不单止只是便宜、漂亮、正 更是对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一份责任感 多谢各位 在大家在喝一杯苦而回甘的咖啡的时候 不妨细味一下 里面每粒咖啡豆所散发的苦结味 都混含着一个个咖啡农的血与汗 当全世界都开始 关注生产者的权益的时候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回首 支持公平贸易咖啡 还一种咖啡农一个改变未来的机会 多谢各位 正方结变发言时间为3分53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比赛过一段落 现在将会有些时间给评判整理分数 也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是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表现较佳的辩元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蔡得一位得10分 蔡得一位得10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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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分数都整理得差不多了 很精彩,也很感谢赛会邀请我来做评论 很短的评论 首先提一下主位发言的时候 其实我会建议相对比起副位是比较慢一点的 因为特别是主位的时候 整个线的建立就是在你的位置 当你一直说的时候,你太快 其实对方可能会失去你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另外最重要就是 对方可能已经预备了几天 其实整个脑子都在走那些东西 但是评判呢,不是的 所以就会很努力地在写的时候 其实也有机会有些东西可能失去了 所以提醒这件事 双方的交锋其实很精彩 当一方在说 公平贸易可以帮助到农民去收入提升 另外那边很快就会对应回答 其实成本都付出了很多,提升了 那就抵消了 其实两边对于变题主要的不同的位置 就是有效的那两个字 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 其实正方就说 只要有84万的农民去帮助到他们受惠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那就已经是有效了 而反方就去质疑了 其他地方除了84万之外 还有更加多的贫穷农民是没有得到 有帮助的 那那些什么呢? 你是不是放在这里不理他呢? 那这里呢 其实两边都很坚持自己 对于有效的定义 但是两边都有互相去 针对这个位置去交锋 那其实可以 那我比较呢 有一个位置呢 就是 反方出了来之后呢 我觉得一直在等待 正方去回答 都 我都等不到的 就是那个 讲到呢 其实标签呢 会令到 咖啡龙呢 其实是更加惨 这件事 就是因为 始终如果是有这个公平贸易 这个标签的话呢 其实是你这些咖啡可以卖贵一点 但是真的有一批人是进不了的 那这一批的贫穷农民 那你去怎么帮他呢? 那一路听到尾呢 我都不太听到 就是正方呢 他有去回应到这个标签这个问题 那我也没有兴趣 一路想等 但是我等不到 那另外呢 就是讲到那个入会费那里呢 两边呢 其实用那个数据 其实都用得很好的 就是很善用的数据 那就去到那些 但是有些数据呢 咦 好像我开头听的时候 哇真的门槛很高哦 要二千多美元才能入到 那去到很后段呢 去到 应该我没记错 就是正方在答问题的环节 在答Q那里的时候呢 就说了 其实要二百多人入会 才要付这个钱的 那我就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我是 难道我被反方验了 那然后呢 但是去到后面呢 就是反方又回答 其实这个 二千多美元这个呢 其实是 不是那么多人的时候 可能五十人就已经要付了 那这里呢 就是大家找个数据 这为什么会 各自有些不同的呢 那我就 算了 这个我就不管他了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 发现 原来正方发现 原来要那么多人 才要付那么多钱的话呢 其实应该要早点出 就不要在 就是那个 下面 答Q的时候 才答这条 这个位 就是反击 因为前场已经被他觉得 就是 作为评判 我觉得真的门槛很高 那一路听他们说的时候 你们 就是有几个位都没有打到呢 那这里就失了分 那去到后面 再给回分的时候呢 就已经 就是 我不会再给前面的分了 就已经过了 那所以这里就 如果发现 对方的资料 和你的资料 不一样 就要尽快出来 推倒对方 这个位置 那 另外呢 等等 是啊 还有提一提 我很欣赏 就是 在台下发问那里 就是那些问题 其实真的问得很好 也特别是有 有一题 我是正在想 咦 其实就是 那个有效和没有效 就是那个位 你们两方 接着后来 台下第二次发问的时候呢 那反方就有问到 那个 那个深度和广度这条问题呢 其实 你看看分子 其实我都比得高的 因为我觉得 咦 真是问中了我心里面那条问题 那当然啦 就是其实 对方都是答得很好的 就是回答到 但是 就是 真是这下 一出到 评判心里面那条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 相对 立刻 那分数就会提高 就轻轻轻了 那 都 今天的比赛 很精彩的 也很感谢双方 让我看得到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 多谢评判的评语 接下来有请 加密柏语中学辩论队 负责老师 黄文杰老师 是帮助一帮什么人 原因在反方的论述里面呢 让我听到就是 公平乐役 似乎不是帮助一帮贫穷农民的 似乎是帮助一帮 至少不是贫穷的人 那就是整个公平乐役的制度 基本上的设置 是跟贫穷的人 或者贫穷的农民 就没有关系 那我觉得 这种类似的说法 令我想起就是 那什么叫做贫农呢 我不知道 你觉不觉到 大家觉不觉到 贫穷其实有光谱的 就是贫穷的光谱 意思是什么呢 有些人生活在赤贫里面 是非常非常贫穷 但有些人他不在赤贫里面 但其实他也可以是贫穷的 那我记者说 如果贫穷有光谱的话 那究竟公平贸易 有没有帮到贫穷光谱里面的 贫穷的人呢 原因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聚焦位 究竟是在哪里 那这个问题 会衍生下去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究竟呢 怎样为之叫做 扶贫 那我记得 其中一个说法 在辩论里面 有人提过 要高过贫穷线的 如果高过贫穷线 叫扶贫的话 这个可以的 这个当然没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作为辩论里面 可以再想的就是 如果要他由贫穷里面 变高过贫穷线的话 那就是说 他已经不再贫穷了 如果按这个定义上面 如果这么说的话 这个究竟是否叫做脱贫呢 就是贫穷已经不再存在了 那这个就牵涉到 想想 相连性就是 扶贫 和完全脱离贫穷 两者是一样东西 还是不同的东西 就是两者之间 是一个进程的关系 其实这件事呢 是会影响了就是 反方呢 如何继续推论下去 也都会影响的就是 政方是会如何追问下去 或者如何去理解一下 那究竟呢 公平贸易呢 本身的定位呢 是怎样呢 再进一步想想 如果公平贸易的定位 是想帮助贫穷的人 但是如果最终不能够帮助贫穷的人 按这个逻辑的话 公平贸易还存在那个必要性 或者必需性 或者价值又在哪里呢 那这个是 可能政方要想 而反方呢 都要想最后可能要走呢 那个方向是怎样呢 那当然 如果觉得公平贸易 不是为了帮助贫穷的农民 其实帮助不是贫穷农民都可以的 那当然没什么所谓 那这个我也是想下去 那另外呢 就是关于政方 政方呢 其实我觉得我说这个情况呢 除了被反方思考之外呢 我觉得政方你自己的部署 和摆位上面是怎样的 其实我欣赏政方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他对于数据和证据的掌握 虽然两者的数据都不同 就是大家都各有出入 不过呢 我也承认一件事呢 就是呢 政方对那个资料 那个 回应 那种转变呢 其实是 是 是明显的 那么呢 那就刚才呢 评判提到一下 就是去到台下答便 先说出个贪婚一下 那我觉得 我同意的 不过我知道呢 如果我没有听错呢 政方一负 其实已经开始说 不是个人问题 是工会问题 二负呢 再重新呢 那些东西 不过可能在个数字 或者那个数据上面呢 未能够再早些带了出来 以至到呢 那个印象呢 就可能会觉得是 遲 那么 关于这条 题目呢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主席 多谢评判的评语 最后有请人制医院林百恩中学教师 王智信老师 是 大家好 应该大家都听到了 其实 多谢赛会邀请我做评判 这是一个很好看的比赛 因为我觉得好看的地方是在于 就是大家那个 战场很紧臭 去到真的很多战场 或者很多例子 都要去到最后的辩位 或者最后阶段 才定到那个 就是所谓胜负 但是我觉得呢 整场比赛呢 有两个地方 是 就是比较混乱的 就是都可能去到最后 都是 未知真实的 究竟情况是怎样 比如第一个就是那个 入会费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 譬如正方就有说过 譬如入会费呢 就是250至500人 如果没听错 就是可以摊分那费用 就是摊分那2000多元 但是反方又会说 那2000多元呢 是50人以下公社 先最少要比2500 而且可能有机会呢 是随着公社 规模越大 那个费用越增加的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也是很决定性的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资料是决定了 往后的论点 可以成立 或者是那些 大家的 所谓的援助 是不是可以帮助 但是 最可惜就是 去到最后呢 就是 始终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不是 就是评判都是白纸一张 就是不熟那个议题 或者不熟公平的运作 所以就只可以 就是看看大家 怎样说 但是大家都没有一个 很确实的数据 我当这个大家都是假和 比较可惜的地方 而第二个呢 就是资料上面 比较混乱 就是没有个结论 就是比如个对象 就是反方 其实最紧要 或者整场比赛 最好打的位置 就是要说个有效 就是说 是不是针对最有需要的那班人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 比较可惜的就是 譬如有个位置放得很好 我觉得好像是 负面的位置说 就是就是 就是其实全世界的农民 就是最有需要帮助 就是总共总数是 1250万人 好像是 如果我没有听错 但是你就说 就是正方 就帮的人 最多都只不过 是不足10个百分比 那其实我觉得很强的 这个位置 但是比较可惜就是 正方就不是太回应你 不是太理你 那就令到 就是不是太回应的意思 就是很针对很正面交锋回应的点 他就用了其他的例子 数例子 数国家 轻轻大过 那其实是很精明的 这个位置 那就令到你的论点 就是 没有那么有力去打到他 但是如果 我觉得这个情况 如果你看到对面 真的不是太正面 跳入你的战场回应 我觉得你可以做的地方 就是既然他不回应 就不如你总结了 因为这个情况 我看到就是好像他不回应 你就令到你最有力的那把刀 就一直都没办法揮出来 那就一直都斩不中对方 所以我建议就是 如果在这个情况 你看到去到后段 或者他都不理你了 不如你可能在怡辅的位置 不如确定总结了他 或者台下 就总结了他 根本他就不敢回应 例如可以怎么深化呢 例如你可以再说 比如你说埃兔罗比的地方 就是很贫穷 入不了计划的 可能是怎么贫穷 可能会不会是饥荒人口 或者会不会是 甚至乎入不了计划 因为你有说过 就是他入不了计划 很多人呢 就是 会反而有个 你可以形容是有个贫富差距 我觉得 如果可以再长远说 就譬如你说 有一帮人 入到计划的 但是他不是最需要帮助的 但是 一帮反而最需要帮助的人 入不了 所以就是一帮人 有个计划帮助 就不停的 可能会增长 但是最需要帮助 那帮人呢 就完全没有理会他 那就反而有个 那些贫富的国家 都可能会有个贫富差距 或者可能贫富原住的差距 越拉越大 那就会可能进一步 再深化到这个论点 那也是 我自己个人有点点意见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比较可惜就是 去到最后呢 其实很多时候 Dation Bature 我觉得 很多不同的地点 国家 其实那个现况是怎样 我自己都不是太清楚 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 大家说 阿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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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卓 很多时候会说 回应了 只不过你不断转换国家的例子 那就是 没有很确实 回应到 究竟那个情况 那个国家 是不是真的 那贫富线 是不是真的 少了人 在贫富线底下呢 那也是不知道 所以我最期待就是 去到结变的位置 会不会都还是真的 真的决定胜负 就是结变可能 可以做个总结 或者是 再缺一高下呢 但是很可惜就是 可能正方的结变 在一个 稿件上 就是 很轻轻蜡 就说一两句 譬如肯尼亚 或者乌干达 你又说不过去 那就一句就完了 所以 相反就是 正方的结变 在那里用几个数据 去转换国家的成效 那就很厉害了 对比之下 很记得 那个正方的结变 就是说 哪个国家 好像埃卓比亚的贫困 有五成人可以脱离贫困 然后乌干达又如何如何如何 公共的贸易利益又上升了四成 这个情况下 没有办法 可能正方在这些国家的例子上 可能就胜一筹了 这个就是比较可惜的位置 而另外有一些额外的小位 就是可能有些直线逻辑 其实双方都有 比如我见到 譬如南币的同学仔 可能就会说 两个辩委都有说 就是生活的支出费用多了 那就等于收入都多了 其实我觉得有少少 直线逻辑的 因为譬如你想想香港也是 香港现在大家的生活支出都高了 但是会不会说收入是 都会多了呢 有待双角 大家都应该知道 其实未必的 有很多因素影响 那个收入上升 还有那个生活支出费用多了 例如会不会通胀 或者大家 譬如现在油价都多了 但是因为国际关系的问题 所以不一定是因为收入多了 就自然生活支出多了 就是我个人觉得 而我的脚因 有少少可能会有直线逻辑的地方 就是可能很简单 就会常常都说 等等 等等 是的 有个议题 我不太清楚了 就是好像负面位置 就说 肯尼亚叫有方陀论症 为什么加入了计划这么多年 10年 好像都还是贫穷呢 是的 但是其实很难的 譬如假设说中国 他依然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都加入了这么久 但是其实 当中可能成长都有很多 那是看看你究竟 那个贫穷国家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那到最后我觉得是 小小的数据运用 可能多小 因为我看了两场比赛 上一场早上再做到同一场比赛 就是同一条面题 都是说公平贸易的 就是很有趣呢 就是那场比赛的政方 就会说多些 譬如除了社会发展金 也会运用在一个产业交流 产业支援那里 其实是帮助农业的发展多些 不知道政方会有用 而反方就是 反方上一场比赛 他就多些数据 多些例子 就是他会说 加入了公平贸易的国家 他们的收入和支出 那经常都用收入和支出去对比 譬如他们会说 加入了公平贸易的国家 很惨的 就是他们的支出 反而不知道为什么 比他们的收入更大 就是你们也有说 但是他会举到 譬如墨西哥 他就说 资出是多于收入1元美金 那就很硬 你就会立刻记住一个例子 就是原来这么惨的 入了去 比不进去 这样 那就可能 例子运用上 我见上一场比赛的反方 可能多些少 那可能证明 这场比赛的资料运用 可能可以多些的例子 那就会更加令到评判深刻了 那是一个精彩的比赛 那我的评语呢 都到了这里 多谢评判的评语 那分子已经是透过WhatsApp 传送给这么多评判 那评判都可以确认一下 分数无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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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分数已经计算完畢 在宣布赛果之前 首先宣布本场的最佳辩论员 本场最佳辩论员为 反方第一副辩 刘建彤同学 恭喜 而今天的辩题是 公平贸易咖啡能有效扶贫 由正方拔萃南书院对反方怜因中学 正方得票为二 反方得票为一 换言之由正方胜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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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